HELLO 大家好 我是尾巴 很久沒有進模型開箱的對吧 今天我們的開箱時刻開什麼呢 要來開的是 小王子工作室海賊王寇使復仇者聯盟的模型 那之前我已經開了一系列的小王子工作室的模型 那就是這些 那他們的網址都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找來看 那我們今天要開的是哪一個角色呢 那就是海賊王的薩波寇使復仇者聯盟的奇異博士 那我們就直接進開箱的主題吧 就是這一箱啦 那他這次的外箱是用紅藍色系為主 然後有漫威的標誌 然後薩波的名字 那側邊就是薩波這次的模型的樣子 背面長這個樣子 然後上頭呢都會有小王子的logo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裡面有一些東西 零件都拿出來啦 就是檯面上的這些 那我一一跟大家介紹有什麼 首先呢小王子工作室呢一定會有這張小卡 那這張小卡呢滿帥的 超帥氣的 然後背面就是一樣他的QR Code可以少聊 然後再來是地台的部分 這是他的地台 然後他底部呢就會有寫說他們總共做了集體 然後我拿的是第幾個 那這是他總共做了150體 我拿到的是64 他這地台呢做的很精緻 待會給大家看一下進照 然後再來就是有龍的部分 這是火龍 然後以及一些配件 這是配件 然後這個是龍的鬍鬚 然後再來我們就來看的是薩波的本體 那他另外有帽子跟披風 以及他手上的兩個配件 那我們就來進組裝吧 從來就來看的是薩波的本體 我來看的是薩波的本體 用來看的 就來看的是薩波的本體 我們可以看到薩波的本體 也會營造很細緣 那製作品 我們可以看到薩波的本體 也會不一樣 那製作品 還有一種製作品 可以讓薩波的本體 有很多此餐 登登 薩波寇斯奇异博士完成 那他呢整体而已我觉得非常的棒 细节做得很好 像是上色的部分啊 或者是帽子的一些纹路细节 或者是衣服的部分 我觉得都做得很棒 也完美的把 就是薩波吃了火焰果实的能力 以及奇异博士的一些装备效果 全部融合在一块 所以都没有违和感 超棒 但是也是有缺点 缺点的部分就是 他的零件呢有点容易手脱 因为不像之前有的 会有用磁吸式的方式 让他比较稳固 但这是披风跟帽子的部分是没有的 所以他其实就只是放在上面 但会因为摇晃他就会容易掉下来 这是第一个缺点 第二个缺点就是 薩波是用单脚站立吗 可是他的单脚的部分 他其实没有完全的 match在一起 所以他其实也是会摇晃之后 很容易倒下来 所以我可能要另外的去买 补丁胶或什么的 来稳固他的那个 因为毕竟薩波只用一只脚在支撑 我觉得有点危险 然后第三点就是 龙的身体结合处那边呢 就是前面看不太到他的缝隙 但是后面其实结缝蛮大的 但其实这个都还好啦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可以遮得出来 那整体而已呢 我觉得非常的棒 然后小红子工作室也越来越厉害 做的细节也做的越来越好 会继续支持他们 那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模型 这个系列的话呢 也要感觉去支持一下 或者是买的收藏 这样子 那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影片记得按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然后这样我下次更新新影片里面才看得到 如果有任何想要跟我说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 不管什么东西都可以 那我都会回复给你 那我们今天的开箱时刻开始 我们开到这啰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